請你跟我這樣過 多吃一顆糖 滿足但有心慌慌 所以要怎麼健康來吃好糖呢 請你跟我這樣過 果糖 冰糖 砂糖 你知道哪一種 會讓你五個星期就得脂肪肝嗎 洛生花 可樂 手搖杯 你知道哪一杯 會讓年紀12歲的孩子就痛風嗎 生活中用糖少不了 挑好糖有何訣竅 而萬一身體塞一堆壞糖 又有什麼妙招能排掉呢 我們邀請到內科教授林杰良 生機達人王明勇 醫藥記者洪素卿 以及三位藝人Julie 陳德烈 朱欽怡 要來一起討論喔 邰哥 觀看你這樣每天 榮光煥發 就知道你很愛吃甜食對不對 榮光煥發是跟甜食有關的 對啊 因為吃甜很滿足 但是你都不會擔心 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當然啊 胖啊 甜食糖一公克四大卡 所以每次什麼提拉米蘇啦 最濃的起司蛋糕啦 對不對 再配一個什麼瑤瑤啦 拜託 這樣隨便吃一個 我不曉得 我有在想說 我一定要跑步啦 健康有沒有運動 把那個熱量消耗掉 跑了半天已經腿快瘸了 都不曉得消耗了幾顆糖 很累 因為不曉得吃下去多少糖 因為好滿足喔 但是除了你擔心的肥胖問題之外 其實喔 還有一個數字喔 讓人實在很害怕 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真的愛吃糖的人 好像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對 過去的50年喔 全球糖的消費的量就激增了 有三倍這麼多喔 大家這麼愛吃糖 結果造成的就是肥胖 對 糖尿病 還有嗎 心臟病 不得了 還有肝病 恐怖 這樣的疾病耶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每一年就因為這樣子喔 可能間接造成了 全球三千五百萬人死亡喔 唉唷 這聽起來很恐怖 對啊 但你說實在的 我們不可能在生活當中 不吃任何糖 不可能嘛 還是會吃到 但是糖有分很多的種類 是的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 比較正確地來用糖吃糖 然後也可以一方面 滿足我們口腹之餘 一方面我們也很健康 這要問哪位專家 專家會認同嗎 這個稍微有點 不曉得是不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如果問這一位的話 他可能打槍喔 林醫師 其實有好處 因為我們身體燃燒熱量 像我們腦細胞在運作啦 心臟在跳動 一定都要用葡萄糖 喔 對嘛 這些熱量的進行啊 都需要葡萄糖 甚至我們身體的組成一些細胞啦 合成一些結構啦 也要靠這些單糖類 但是市場這些單糖類的話 它靠我們儲藏的肝糖啦 還是甚至說 我們完全不吃糖 我們吃一些澱粉類的 其實都夠了 你為了吃得很快樂的 那是你以健康角度 你為了女性朋友們吃飯吃麵跟吃蛋糕 她們的感受不一樣的 吃甜點為什麼會快樂 就是因為已經吃糖吃到成癮了 就跟吸毒人在吸食毒品 飄飄一鮮的感覺很快樂的一樣 你把糖跟毒一框在同一個天秤 因為高糖的東西 高油脂的東西 就所謂的垃圾食品嘛 垃圾食品在醫學上一個很有名的研究 大家知道嗎 就把老鼠分成三組 一組就專門給牠吃垃圾食物 一組就吃十分之一垃圾食物 一組是吃健康食物 給牠吃個兩個月三個月 然後就給牠進食 一兩個禮拜 只能喝水 每個都餓得咕嚕咕嚕的 結果再給牠餵正常食物 大家都吃了 就是這一隻吃垃圾食物的 絕對不吃 牠就把垃圾食物端出來了 然後不是這麼便宜給牠 用電機的 電得哀哀叫 電得到處哏 連滾帶爬就去吃垃圾食物 這樣 已經上癮了 那你也可以代表牠非常有骨氣 不是 結果就跟牠解剖 研究這個腦細胞 喜歡吃甜食的 這種高油脂的甜點的 這老鼠 牠細胞上的這個神經物質 傳討的接受體 急劇減少 就跟你什麼 吸食馬啡 吸食安維他命的人 一模一樣 哇 所以當牠們在吃 吃這甜點的時候 那種快樂的感覺 毒物科醫師最了解 我們在看到 吸食毒品的那種快樂 就一樣的感覺 那表情 一模一樣 這麼厲害 其實在美國大學 他們研究甚至還有一部分 他說連續六個禮拜 你吃太甜的話 就是那個糖的量太高 會變笨的 會變笨 智商跟記憶力會變笨 包含老鼠實驗 那個走迷宮會走不出去 本來沒有吃那麼甜 他走不出去 你吃太甜走不出去 更慘的是還會長不高 長不高 長不高又變笨 對 他們就發現 當你吃下去這個 你想吸收嗎 你的單糖吃下去之後 是不是血糖迅速升高 當你血糖迅速升高的時候 你那個生長激素 它是相對受到抑制的 所以小朋友成長 是需要生長激素嘛 所以他發現你可能只要 一杯我們現在講的那個 手搖杯飲料 他喝下去那個糖量 至少可以讓你的那個 生長激素受到抑制 兩個鐘頭 那你看你小孩要喝幾杯 一直兩個鐘頭 對 因為一杯的手搖杯 我們澄清在節目當中 有秀給大家看 一杯手搖杯大約啦 等於那個方糖有沒有 加咖啡那個方糖 大概有十二三瓶 對 差不多 一杯喔 所以你這個抑制兩個小時 如果一天很多人 把那個當飲料再喝 飲料來喝 你就知道你的小孩為什麼 奇怪 喝酒只往橫腸不往上 對啊 我們來了解先 剛剛林醫師講到說 吃甜的跟吸毒的反應 是很雷同 所以你們當不吃糖的時候 你們會不舒服嗎 剛剛林醫師這樣講 我就覺得我是不是上癮了 你什麼症狀 我只要就是心情不是很好 我就會想要吃甜的 然後吃完立即就改善 吃完以後就覺得哇 尤其是譬如說 我忽然想要吃一個巧克力 我吃到以後 就整個覺得幸福 壓力也全釋放了 對就釋放 就感覺好像跑了一圈 操場回來的一種感覺 真的假的 我過年的時候買的牛軋糖也是啊 一大包大概 三十幾顆 兩天打牌要吃光光啦 一天大概就吃十顆 十來顆 體重應該很快反應出來 真的啊 一個過年才五天 就胖了三公斤 對啊 可是問題是 大家還是要吃到糖嘛 那總是糖有好有壞嘛 是不是 熱量營養應該也不太一樣吧 發糖就是從甘蔗來的嘛 就從甘蔗汁來的嘛 所以甘蔗汁壓出來以後 把它煮 把水分去掉 就是一般我們聽過的 所謂糖蜜 就是所謂東方的巧克力醬 就是糖蜜嘛 黑糖膏 那再把它蒸乾 就變成黑糖塊 黑糖塊再精緻 就變成一般我們講的 從那個 二砂黃砂糖 再來白砂糖 再 純度再提高 就是所謂的冰糖 所以冰糖的純度最高 所以我們看這個冰糖 純度大概99.9 就幾乎百分之百 所以它的熱量大概一般是 100克是387大卡 就一般我們印象的 1克4大卡 就是這個啦 它的顆粒比較粗 比較大 它的純度最高 那精緻就是純度 把它的味道純化 所以你做的東西 它不干擾其他的味道 就像我們在烹飪 那個油如果有味道 它會干擾你這道菜 所以我要挑那個沒有味道的油 那再來就是白砂糖 這純度也是滿高的 再來就是二砂 二砂就我們講的 黃砂糖 黃砂糖 所以它的純度會在 有沒有也是99.4 以熱量來講都一樣 再來就是黑糖 它的純度也比較低 那再來就是麥芽糖 它的純度大概84點多 再來就是蜂蜜 蜂蜜其實也是糖 那一半以上是糖 所以它的 這個糖含量有81.5 所以不要以為吃蜂蜜不會胖 它還是有一樣的熱量 三大卡左右 那最後一個就是蜂糖 其實以糖來講 最健康的天然糖 就是蜂糖 蜂糖是最健康來講 最健康 因為第一個它的甜度最低 66 這個糖量只有66.6 熱量也低 那它熱量只有2.5大卡 2.6大卡左右 一公克來講 那它的礦物質含量也比較 比前面的多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精緻的過程 你越精緻 純度越高 它其他東西就越少 哦 了解 所以你看91.99 就是全部都是糖 它沒有礦物質 沒有其他東西 然後偏偏我們在用的糖 都是以砂糖 以這邊為主 對 黑砂以上最多 然後都是比較 糖類比較不好的 所以反而應該要從下面開始吃起 會比較好就對了 沒錯 沒錯 對啊 經過這樣子簡單的介紹之後 大家會想說 你幹嘛要講這些呢 會不會有點深 不會 因為要來考大家了 好 來看 先第一個問題 食物越甜 糖分越高 而且熱量也越高 對不對呢 全部圈 只有Julie檢查 是不是 不是你看錯了 不是 還是你現在那個缺糖的症狀 開始浮現 好消遇 我因為一直這樣子在欺騙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我會比較好過一點 我總是感覺就是說 糖跟那個熱量 是兩回事 我怎麼越來越小 剛剛那個有講到說 豐糖66嘛對不對 對 豐糖的只有66%比較低 可是如果我們要達到同樣的甜度 我們是不是要加更多的豐糖進去 那熱量一定也是 也許Double 對 所以一定的我在想 我也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基本上 想要達到甜的口感 因為糖不等於甜 但是想要達到甜的口感 基本上我們會量比較多 去達到那個效果 因為譬如說它比較沒那麼甜 可是它有糖分在 然後我們吃的時候 覺得沒有那麼甜 那我們就再加 所以量會多 那熱量一定就會 相對也在增加 你其實不盡然 不盡然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那個 第一次說只有很均勻 答對 沒有錯 好有智慧 還有吃飯 好有廚師執照 哇 竟然 好 所以一般會以蔗糖來當一個 基本的 100度的標準來看的話 我們講以相對甜度 就是口感的甜度來講 其實你看 蜂蜜是97 這個所謂的葡萄糖是70 所以葡萄糖沒有蔗糖的甜 一樣的分量 對一樣的分量 就是以口感來講 再來你看 蜂糖剛才講 它口感就比較沒那麼甜 那麥芽糖也沒那麼甜 其實麥芽糖有時候吃起來 有點淡薄減減 鹹鹹鹹 鹹甜鹹甜 再來一個乳糖 但是它更低 再來一個玉米糖漿 它甜度也更低 所以這個 但是這個地方來講 剛才看過了 它的熱量都是基本上一樣 只有哪裡 只有蜂糖剛才比較低 2.6 還有蜂蜜 蜂蜜比較低 大概3 所以同等來講 它的熱量是蜂糖最低的 但是甜度口感不一樣 再來你看 往下看 這個所謂高果糖糖漿 它是1.7倍 就是現在幾乎都用在手搖杯 所有的碳酸飲料 所有的糕點 最多就用這個 所謂高果糖玉米糖漿 它是1.7倍 所以 剛剛也有提到 它比較甜 是不是用比較少 最怕就是它沒有用比較少 所以你看手搖杯有說 半糖還是這麼甜 四分之一糖還是有 對啊 怎麼樣都是甜 都是甜 幾乎都是要用這個東西 因為它甜度比蜂糖還高 所以用蜂糖可能還不會那麼甜 那當然後面這些就是代糖 像我們聽過的28甜 最常用到的 很多糖尿病的人 對 口香糖這些 那另外一個就是糖精 這兩個都是代糖 好 那這兩個的 沒有 沒有熱量 在身上不會產生熱量的反應 但是它很甜 但是它甜度是蜂糖的150到250 可是吃那個好嗎 像這種東西是小朋友最喜歡吃 對 因為它幾乎一包就有352卡 快兩碗飯都一個熱量 OK 這些骨片裡面 尤其是巧克力口味 它甚至100公克裡面 它的含糖量 可以超過30公克 所以你把它泡成一碗之後 你那一碗牛奶加的 滿滿的巧克力骨片 它的含糖量高過那個手搖杯 高過一個手搖杯 請你跟我講過 好 那這兩個的 沒有 沒有熱量 在身上不會產生熱量的反應 但是它很甜 但是它甜度是蜂糖的150到200 可是吃那個好嗎 那個當然是對身體 對 這不是天然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甜菊 甜菊這就是甜然 就是甜菊葉 等一下我們現場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個葉子本身就是甜的 這個是歸類在代糖類 所以一般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這幾個還是要特別去知道它的差異 所以你說會發胖不發胖 基本上是熱量的問題 但是呢 就怕是有那種比較隱藏性的 你知道隱藏性的糖或是甜度 吃不出來的 吃不出來 你不曉得喝起來 或是像我們剛剛說的 搖搖一喝 哎呦 裡面怎麼可能會有12顆方糖 你喝不出來這種感覺有沒有 來 王老師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好 來 我們現在要來證明說 什麼叫隱藏性的這個糖 或是甜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在喝東西中心 你就是 咦 明明不甜啊 裡面真的有這麼多糖嗎 千萬不能相信自己的味覺 對 我們就是來證明你的味覺 是不準確的 有可能 所以各位 我們這邊發了兩杯 是 一杯是混濁的 一杯是透明的 對 我們先拿起混濁 這是檸檬汁 混濁 一般來講 我們模擬一下 我們在外面搖搖 我們點檸檬汁 正常來講 怕太甜的不會點正常對不對 都點大概五分 或三分 對 所以這一杯呢 我們大概是 酸酸甜甜的感覺 三分糖 差不多 三分甜 我們先喝一口看看它的口感 好不好 先喝檸檬汁嘛 就是模擬我們這個 去點那個手搖杯的時候 還好 不要很酸 我不要很酸酸甜甜 透明的 透明的 喝一口看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嗯 什麼東西 菜什麼 你這樣好像是要辣椒的感覺 太甜了啦 你猜猜看有幾分甜 它十二分甜囉 十二分甜 它十二分甜 比一般甜正常還要甜 對 它應該是全甜吧 全甜的對不對 八分吧 好來 來 我老師先解答一下 其實這個測試 家裡也可以給小朋友試試看 這個測試是告訴你 其實這兩杯裡面的糖 是一模一樣多 真的嗎 但是對你的口感來講 一個是你會覺得好像吃到辣椒 剛剛你這種 因為太甜了 對啊 所以如果今天我告訴你 這個 如果今天告訴你說你這樣 這杯你喝得下口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會喝很多對不對 對 那這一杯你就喝不下口 對 但這一杯的糖跟這杯的糖是 一米一樣多 對你身體造成的熱量的負擔 是一樣的負擔 對 所以隱藏性的糖就是告訴大家 很多味道會把甜味壓過 而且我們剛剛又先喝酸的了 對 那就是說一般如果我們在家裡 你看喔 你要泡 就我模擬給大家看 如果你要泡一杯檸檬水 或者甚至你要自己做一點 有氣的飲料是一樣 你看喔 我這個是測大概五分之一的比例 就20% 就是20CC的這個所謂的糖 糖嘛 春糖 能把它加到100CC嘛 這個濃度就是剛剛各位你喝到的 就是這樣 這個糖水 糖水的比例 那如果這樣子我們把它加在哪裡 再加入這個所謂的檸檬汁的時候 你去調整你剛才要喝的檸檬汁對不對 你把它慢慢加 就會像剛才各位喝的這個口感 大概是大概10CC 大家認為三分前的檸檬汁的口感 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把這杯喝完 就跟你喝那杯糖水 是一樣 給大家做一個小測驗你們就知道了 我給你們四樣東西 你們排它糖分誰高 一個叫做洛神茶 一個叫做 你有喝過那個維他命C飲料嗎 有 一個叫做乳酸菌飲料 一個叫做可口可樂 你們覺得這四個 它的糖分含量從高到低 第一名是誰 乳酸 我覺得應該是可樂 好難喔 我覺得乳酸飲料 我覺得都一模一樣 我也覺得差不多 沒有 我告訴你 如果依據衛生署 他們公布的資料庫 含糖量最高的 如果說同等的體積的話 第一名是洛神茶 看吧 第二名是維他命C飲料 第三名是乳酸菌飲料 第四名才是可樂 而且洛神茶是可樂的幾乎 它多了大概四成到五成的湯 真的假的 所以這個意思就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我剛才這一杯檸檬水 要把酸的變甜 調到那個你剛才講的 那個口感的甜 可能它要加好幾杯 可能你剛才那個二十七七 我還再加好幾杯 才有可能調到剛才那個甜 對啊 而且你現在手上那一杯 感覺很像是我們在外面喝什麼多多 或是什麼檸檬茶之類 會加那樣子 常常會看到的狀態 如果 那樣子一五分之一杯都是那個糖 對 沒有錯 好 這樣我們就懂了 謝謝 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 其實爸爸媽媽呢 這個我們在給你料 給小孩子喝的時候 那尤其是恐怖 他說喝健康一點 不要太甜 五分甜就好了 好檸檬汁OK 那一天喝個三杯 沒問題 其實喝的大部分都是糖 其實還是很甜對不對 是我們不曉得 對 那像這種隱藏的糖 對於身體的影響又是什麼呢 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零食 有一些 我們喜歡吃的一些醃製類食物 常常有隱藏中的糖 而且這些糖分 不只是糖 它常常加上其他的東西 像這種東西 是小朋友最喜歡吃的 對 那個沒有很甜 對 它是鹹鹹的 它的甜最主要是澱粉的 但是你在吃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攝取的熱量 非常的高 了解 因為它幾乎一包 就有352卡 快兩晚飯的一個熱量 OK 所以你當零食用 就已經吃掉兩晚飯 而且最糟糕一點 它含的鹽分太高了 我剛剛給它算過了 這裡面含有624毫克的鹽 100公克含624毫克 了解 然後還要再吃正餐 對不對 對 所以長期吃下來 好幾乎 孩子長大以後 容易有高血壓 容易有心臟病的化身 更可怕的是這種 這個很厲害 酸梅 這種蜜堅類的 這種言論是好可怕 好可怕的 鹽多糖也多 對 但是它很聰明 它不會花那麼多成本 不是用甜筋 就像這個是用 帶糖 用帶糖 我們在外面有 點個梅子綠茶 綠茶有加糖 果糖一堆的 然後再加個梅子下去 酸梅 對不對 就什麼都有了 這個是最高的 在手要杯裡面其實 梅子綠茶是 甜度鹹最高的 最高的 可是女生好愛酸酸甜甜的 真的梅子綠茶是 對 之前有調查過是最高 而且你加一粒 加一粒還兩粒還要多五塊 多加多價錢 對啊 健康多負擔 可是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你會有意識到說 不能讓我的小孩吃 因為你就覺得蜜餞 手要杯 你會覺得那個 可是有一個東西 你不會阻止你的孩子吃 可是它也是一個隱藏版的 高糖的食物 什麼 我想知道各位媽媽們 你們早餐 給小朋友吃什麼 你們會給他吃那個 骨片嗎 骨片會啊 那是不是小朋友最喜歡 可能是巧克力口味 對啊 蜂蜜口味 對 還有不同顏色的 是的 他們國外就有消費者的單位去調查 就發現說 這些骨片裡面 尤其是巧克力口味 或者一些什麼 有一個叫什麼船長 什麼脆船長口味 那兩個東西 它甚至 100公克裡面 它的含糖量 可以超過30公克 所以你把它泡成一碗之後 你那一碗牛奶加的 滿滿的巧克力骨片 它的含糖量高過那個手搖杯 很好喝喔 高過一個手搖杯 剛才我那一杯20% 他講那個是30% 這麼高啊 是 剛剛是第一道題目對不對 再來第二道題目大家聽好了 好 聰明哥 你有聽清楚這個問題嗎 有 怎麼樣 你應該很熟悉吧 是 你是在說我被淘汰的經頭腦嗎 對啊 大家想不想知道怎麼被淘汰的 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他聊聊 對不對 是是是 到初怎麼跌倒 等一下 你不用講 我們直接用看的 說到代糖 那可真是昌明哥心中的痛啊 快來看看 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請出題 螞蟻都喜歡甜的東西 容易被甜的東西吸引過去 請問 下列合者 對螞蟻的引誘力最低 1.花蜜 2.代糖 3.起司 4.巧克力 1.請坐打 應該是3吧 起司 起司 為什麼你會選起司 因為起司它本身是發酵的東西 這個四個答案裡面只有起司是發酵的 然後發酵完了以後 它的甜度其實並不那麼多 起司沒那麼甜 花蜜甜 帶糖甜 巧克力 對 對 我是不會選起司 為什麼 因為我有體驗過 就是你放起司放久了 其實還是會有螞蟻來吃 螞蟻也有它吃那個熟掉 已經腐爛掉的葉子 有一種切葉椅 它專門摘那個葉子 然後等它發酵之後再吃 它選擇 起司 對或錯 錯 請公布 正經 代糖 2 代糖 2 1 請你跟我這樣做 我們打開謝謝 謝謝 胡昌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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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昌明哥 我們也不排除呢 改定我們是不是請瓜哥來上我們節目 我們討論他嘛 兩三個大規模的追蹤研究 結果發現吃代糖的人 反而更會胖 而且反而更多的代謝症候群 更多的高血壓 心臟病化身 蘋果的Oligo 外表看起來跟果糖非常的像 對 但是它的甜度比較低 對 它的好處是它 各位都有一個基本的常識 它就是我們菌裡面 肚子裡面好菌的食物 所以你吃果果糖 剛才講的便秘的人 或者腸胃不適的人 吃一點果果糖它會可以改善 運不出出毒害的環境 你們有時候以為是青苔或者是海藏 我們自己都以為那時候 有很多次 孔雀實力已經染在周哥裡 不用怕 請你跟我這樣過 你這個小樹打粉搓一搓 泡個15分鐘 再用你吃完檸檬汁的檸檬品 稍微把它搓一搓 我們有最強的毒物專家 提供最強效的排毒方法 防毒健康第一品牌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8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啦 但回到我們的題目 帶糖不是糖 多吃不怕胖 我跟你們一起選啦好不好 對或錯 前面都是錯 媽媽全部圈 要給你選 一人全部差 為什麼 其實我心中答案是圈 但是我一定會答錯 所以我就反過來選差 我覺得雖然它不是天然的糖 可是我覺得 應該製作單位 不會出這麼簡單的題目 應該是有它的 你的邏輯跟我的手不一樣 我想比較多 因為它吃多了 然後身上重點負擔 然後身上壞掉就會變胖 就這樣想 身體就壞了 對 我覺得吃到肚子裡面的 它一定都有熱量 所以它一定會發胖 可是剛剛有講啊 王老師說它沒有熱量 那我就覺得它還是會發胖 因為我們有吃到嘴巴裡面 夠簡單了吧 胃反就有反 對喔 對喔 他這個東西是有邏輯的 他如果物質不滅 他意思就是說 我吃進去他就在 都會加正確 直接會胖 不可能不胖 好 昌明哥到底對還錯 好緊張 我們的答案 就代表了大家的正確解答 好不好 來林醫師 對還是錯 事實上是錯的 錯 真的是 有沒有 大家都以為帶糖沒有熱量 所以吃了應該不會變胖 但是事實上 最近很多兩三個大規模的追蹤研究 結果發現吃代糖的人 反而更會胖 而且反而更多的代謝症候群 更多的高血壓 心臟病發生 為什麼 對 寫者就提出兩個解釋原因 第一個 會想去吃代糖的人 往往是比較胖的人 所以他後來發現 代謝症候群 高血壓 糖尿病就比較多 就是變胖的 回胖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第二個理論 就是比較有學理的 他是說 你吃代糖 沒有熱量 它不會滿足你腦部的一個 飽足中輸 你吃越多 你還是越餓 了解 然後你沒辦法說 我吃了這個 真的糖會讓我有滿足感 會飽 但是我吃了 變胖是因為又吃了其他更多東西 對 你就會跑去吃其他的 是這個邏輯 對 讓你自己滿足起來 了解 了解 剛才我們林醫師講的很有道理 其實我們熱量 才是肥胖的原因 所以沒有錯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講 代糖沒有熱量 應該是不會發胖 但是我們人 你吃了這個 騙了它 感覺有甜 但是身體沒有得到糖 它還是很有慾望要去吃的 所以你抑制不了 那個吃糖的慾望 所以以熱量來講 當然它不會發胖 所以我們代糖 現在普遍 在市面上你常會看到 常吃到的 第一個就是阿斯巴甜 它是粉狀的 對 這也滿普遍的 一般你泡咖啡 泡一些飲料 尤其糖尿病人 幾乎都會用這個 或者是一些我們講的飲料裡面 一些罐裝飲料裡面 那這個東西 其實各位要搞清楚 阿斯巴甜 它不是糖 它是氨基酸 所以這個糖 有一個小缺點 雖然它幾乎沒有亮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不耐熱 因為氨基酸嘛 就跟肉一樣 它不能一直煮 不能一直熬 它有寫不適於高溫烹調 對 它不能高溫烹調 所以如果我泡熱咖啡 再加這個其實 基本上是不適合的 不適合是會怎樣 會怎麼樣 你用高溫可能那個甜度 就沒有那麼甜 沒有作用 這個可能就是比較適合用在低溫的產品 對 它可以保持它的甜度 又不會破壞口感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烘焙產品裡面 它可能會有出現 你不想要的風味 甚至那個 所以為什麼它早年被發展出來的時候 後來有別人可以陸續取代它 就因為它這個特色 對 另外它一定會強調這個 所謂的本品酮酸尿症這個人不適合 這是一種肝臟酵素的一些異常的問題 那再來一個就是糖精 這個是蠻普遍的糖精 比較特殊 它比較難溶於水 所以它一般會用在一些加工裡面 加工的 像一些糕點 或者是一些像蜜餞這一類的 之前有被禁用過 後來又開放 所以它這個在動物食品上面 是有可能有這個 所謂的治癌光癌的危險 所以孕婦是不宜的 所以現在有規定這個 所謂的每天的禁用量 小孩子不要超過500毫克 大人不要超過1000毫克 1000毫克就是一公克 一公克 所以我們如果吃一些糕點 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不是加這個 所以就是風險在這邊 對不對 再來就是蜂蜜 大家都知道 蜂蜜 蜂蜜只要給大家知道 蜂蜜其實也是 50%以上也是糖 也是薄糖 所以甜度還是很高的 再來就是這個甜菊 我們先取好這一盆 新鮮的 有沒有人想要嘗嘗看 真的很甜 自己摘 好 那我來摘一片 對 好香喔 隨便一片野食來搭船 對你可以 甜 很甜 它非常的甜 對 泡泡炒茶真的蠻適合的 對 所以一般如果妳 很甜喔 但是這個 但這個甜菊呢 聽說它甜歸甜 前陣子有人在有一個疑慮 對 是不是說不能吃多 現在在加工業 或在食品業使用 是講用甜菊脆 而不會用這樣的甜菊 第一 好甜喔 當它做成甜菊脆的時候 事實上某些國家 並沒有完全的核准它使用 會有什麼後遺症 因為他們認為它還是有一些 可能健康上的疑慮吧 還不是那麼確定 還有一些 我記得有一些肝臟的損害的 相關的說法 但事實上 那如果是天然的話到還好 天然因為你不會吃到 那麼大的量吧 OK 那它有什麼樣的人不能呢 所以它的甜度 是大概150到300倍 所以如果基本上 我們如果像這種新鮮的 或者是曬乾的這種甜菊葉 我們泡個花草茶 或者像 你看喔 你吃那個甜點很甜 你太怕熱量 那用這個要適當的 你當這個所謂的 茶飲 或者是飲料裡面的這種 帶糖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問題 是OK的 是OK的 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木糖醇 木糖醇就這種 口香糖最多 Cylico 對 最多的 上面都標榜 對 那這個其實它的熱量 大概只有這個糖的40% 那這種糖醇類就是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不被身體吸收 它是不被分解 不會被吸收 所以現在蠻多應用在這個 所謂的剛才講的 這種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還有一個它有一個好處 是抗助牙的作用 所以很多這個 你剛才講的 現在口香檢會標榜說 你咬一咬會降低什麼這些 注牙率 所以它也不會被吸收 所以我如果吃再多 這個木糖醇 口香糖一天吃個兩包 咬一咬咬咬 它也就排掉了 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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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為什麼 不吸收不是嗎 沒有 它吃太多 它就會過度刺激 你的腸胃蠕動 因為這種就是 所謂的 類似膳食纖維 水溶器膳食纖維的作用 所以你太多 大概只十公克左右 如果你一單獨這樣 用量十公克超過 你可能會拉肚子 這樣子 有些人比如說他為什麼 吃一些所謂的 酵素類的產品 它可能會拉肚子的情況 因為如果你是天然 發酵的產物 它有些也會有 類似的成分 比如說木瓜糖或什麼 他們一樣 他們如果量太大的時候 因為你嘗到一些細菌 跟它發生作用 可能不是 就會有腹瀉的症狀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我明明便祕 我喝酵素就可以 有些就是因為這樣的作用 這個原理就對了 部分是因為這樣 所以還是不可以過量 這個在代糖使用上 另外一個就是果糖 果糖當然現在也發現 這個熱量是一樣 但它的甜度比較高 當然在血糖的穩定 它血糖的穩定 比較不像蔗糖那麼幅度那麼大 但是現在剛才 之前我們都提過 它對肝臟 因為現在肝臟代謝果糖 很容易造成 過量的時候造成脂肪肝 所以現在發現脂肪肝 不是只有喝酒造成脂肪肝 所有的水果裡面 都會有天然果糖 所以你適量的吃 基本上對血糖的穩定 是還OK的 但是如果你吃這種 是濃縮過的 那如果你過量 就比較容易造成肝臟 堆積脂肪 這是現在目前發現 比較容易造成脂肪肝的其中一個原因 OK 那最後一個就是這個果果糖 就是果糖 就一般我們聽過的Oligo 外表看起來跟果糖非常的像 對 但是它的甜度比較低 對 比較低 那另外一個它的好處是 它各位都有一個基本的常識 它就是我們肚子裡面好菌的食物 所以你吃果果糖 剛才講的便秘的人 或者腸胃不適的人 吃一點果果糖 它會可以改善 那它對血糖也是可以比較穩定 它不被腸胃吸收 所以它熱量也是很低 所以這也是一個滿好的 這個代糖的一個 天然代糖的來源 了解 其實這些代糖的話 量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 而且事實上 寡糖類的話是值得 值得跟大家推薦 這個配廣不對的是吧 因為它本身的話 會讓你腸胃道的益生菌自己長 你不需要去吃什麼菌什麼菌 而且吃這些益生菌本身 很多是通不夠胃酸的考驗 對 你這個本身寡糖本身不會吸收 所以事實上它就是會提供你這益生菌 它就會緩子 但是量慢慢增大 你吃太多 會排氣很厲害 但是在這代糖裡面有一種 我們叫做 要跟大家提醒 田精只能用在兩種東西 它現在由於價錢非常便宜 所以已經幾乎期待所有的糖類了 你只要吃五天 你血中的三甘油脂就上升了 你只要吃五個禮拜 你的肝臟中的肌肉中的脂肪 就開始累積了 就是脂肪肝的 對 十一個禮拜天通通去做電腦切片 哎唷 每個都脂肪肝 天啊 大家好 我是可燕姐 超級小英雄 會送禮物給大家囉 只要到何拜媽咪都網核 超級小英雄暗爛 有機會可以得到 由上上文化舉辦的 全腦開發的下令喔 喜歡吃每個禮拜天的早上10點 超級小英雄 Super 全台最強翻滾神技 席捲小雨豆 我是全台最會翻的郭忠生 他是直體對不對 好吃 好吃 前半兩圈 超強的 會翻滾吧 男孩耶 神乎奇蹟震撼登場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但是在這代堂裡面有一種 我們叫做甜筋的 要跟大家提醒 甜筋只能用在兩種東西 一種是蜜健 一種是碳酸飲料 其他都禁止使用 吃了會怎樣 對 但是國內曾經發生過 加在這個豆漿裡面 而且夜市很多水果 水果 鮮切水果 對 吃起來很甜有沒有 吃起來甜真的 加甜精 為什麼那些都不能加 反而只有 為什麼它只能限量 限在這兩個地方呢 因為它被發現過程裡面 發現第一個 它可能是膀胱癌 細胞這些成長的促進劑 所以當時在用的時候很憂鬱 到後來發現 這個治癌的風險沒有的 美國也開放了 國座也開放了 後來發現 在動物實驗上發現 它對常連膜是有傷害的 更糟糕的一點 給懷孕的老鼠吃甜筋 結果他生出來的孩子 這種幼鼠 有運動上的過動的情形 過動症 就是類似說 我們擔心我們孩子是產生 過動兒的情形 但是很不幸的 它是合法可以加在蜜餞裡 所以我們的孕婦的 孕婦的觀眾們 假如你真的要吃蜜餞 你要注意 第一個 不能有糖精 第二個 絕對不要有甜精 那像這個果糖的話咧 對健康來講的危害 我們果糖最擔心的就是 所謂的 它本身是 這種 很多手搖杯都是用那個嗎 對 它現在猶豫價錢非常便宜 所以已經幾乎期待所有的糖類了 最近我review一個學識論文 這個高玉米糖漿是一種毒素嗎 為什麼 因為它在美國平均成年人 或是他們十七八歲這些青少年 每個吃的量都超越了 你只要吃五天 你血中的三肝油脂就上升了 你只要吃五個禮拜 你的肝臟中的肌肉中的脂肪就開始累積了 就是脂肪乾的 對 十一個禮拜通通去做電腦切片 每個都脂肪乾 天啊 對 這裡面我們最擔心心儀 你在做甜點有沒有都一直用果糖 沒有 要用果糖 砂糖很多 砂糖比較多 對 而且飲料裡面也加很多 因為成本低嘛 不會 它特別強調是玉米果糖 對 前面講了這麼多 各種糖代糖 什麼好的以為不好的 大家的初步的認識應該有到一個階段了 對不對 但是就實際運用部分了 實際運用 得理 你在這個料理上面的擅長 糖醋是不是要加很多糖 糖醋的比例 比如說 一般的那種公園白醋 一然後番茄醬三 那糖也要三 對 一三三 這樣會比較順口 會比較順口 糖要比酸多 然後再來是 比如說像那個 我們吃烤鴨 燒鴨 脆皮燒鴨 好舒服 讚啊 先不要考慮它的油脂 好餓喔 先不要考慮它的油脂 它那個脆皮怎麼來的 是賴牙糖水 對 去淋 因為它要先抹嘛 塗一層再烤 然後再用油去淋 去淋它那個脆度才會出來 然後再來比如說像我家是 那麥芽糖聽起來就好一點啊 對不對 也不錯就是糖類的使用上 對啊 然後像我家是上海人 所以薑蔗菜 薑蔗菜就是那種鹹甜味 對 好吃 然後我就會用比如說 冰糖或者是二砂 把它稍微高溫 讓它變成有點焦糖的感覺 扒上去 顏色也會亮 然後吃下去也會 那種甜味也會比較舒服一點 色香味俱全 對 你整個焦糖 我都突然好想吃焦糖布丁 焦糖味的那個感覺 它是比如說 冰糖粥子嗎 對 它會不會 它沒有 它甜但是不膩口 因為吃甜的東西怕膩口 那我會覺得說 吃下去之後 有一種焦糖的風味 它帶一點點的苦澀 那感覺反而會讓你想吃更多 一口一口吃下去健康馬鈴 對 快把我們拉回來了 對 其實你用糖真的去做焦糖 OK的啦 OK 不要太擔心 砂糖做OK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用工業製程 加阿摩尼亞 加亞硫酸酸 高溫高壓去做的 焦糖色素 這是醬油有沒有 焦糖色素 以前的可樂 都是添加第三大的 還是第四大的焦糖色素 那個是為了顏色 就不是為了錢 不是說你真的用糖去做的 那那個吃起來是不甜的是不是 對 它完全是色素 它是一種色素 一點味道都沒有 OK 對 所以實際上它是可能自來物質 自來物質 對 會引起白血病的一個發生 我都不敢吃焦糖的東西了 尤其什麼 焦糖是焦糖色素 是糖做的沒有關係 對 因為它比如說它 現在我們的焦糖色素有四個號碼 其實並不是每一個焦糖色素 它都會有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四甲 它其實比如說四號 它是用天然的糖去 用物理的方式 加熱讓它產生出來 這個就不會有那個東西 那比較擔心的是 它為了迅速造成 所以它用酸或用什麼去分解的 那個就會產生我們說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只要挑的 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焦糖色素 它是用這樣糖翻炒 因為古代我們都是天然 自己在翻炒的它就OK 它就不會有那個東西出來 像我們喝可樂 等等那個顏色是造出來的 它是加色素的 那個要了解 最可怕是有些老抽你知道嗎 那一罐裡面有三分之一罐是焦糖色素 比如說像是沖烤鯨魚 像是一些紅燒肉 它醬油色達不到那個生的顏色 它就是有 就是有一種老抽 它就是專門調色用的 像醬油一樣 其實大家想像一下 就像畫畫 我要畫出生的顏色 我就沒有那麼深的水彩怎麼辦 好就是用一點濃縮的東西去調它 這樣子去調出顏色來 做菜就跟畫畫一樣 它其實可以調出顏色 那這一種我們就盡量避免一些 對 就是這種色素 這種色素其實就是人工色素 不是真的焦糖 真的糖漆弄出來的 那這個陷阱多了 我們哪知道 一問主廚都說 這條魚我們這個七七四九天 這個色澤非常好 你都四十九小時還是四十九天 那九分鐘顏色就弄出來了 不用九分鐘了 不用九分鐘 一下就九秒 東西下去就出來了 所以到底吃飯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注意 避免吃到特別是糖 太多 愛吃甜食 身體累積一堆壞糖嗎 廣告回來 專家教你一次排觀光 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所以到底吃飯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注意 避免吃到特別是糖 太多 一般我們最怕就是說 你做的料理 你看我們剛才做那個時間 酸會壓掉你的 對糖的這個欲望 所以有時候你在做這種酸甜 什麼糖醋 對 糖醋這種 其實你這 真的你還是要 你自己在做的時候 你還要醬醬醬 不然有時候你外面做很難 你為了那個口感 你很難去降到那個甜度 應該是有好處 因為第一個 你可以避免中國餐廳證後勤 因為我們的位數加多了 就有中國餐廳證後勤 OK 所以你用糖體代應該是好的 是OK的 對 但是就不要加過量 對 而且事實上我們的位數裡面 三分之一是鹽 就是三公克的位數就含一公克的鹽分 可以減少你鹽分的使用量 中國餐廳證後勤有的人是真的很敏感 我曾經遇到一個病人從大陸回來的 他遇到大陸就開始吃東西 就一直頭痛心悸 完全受不了 一回到台灣就好了 對 他覺得他那邊味精真的加好多 對 真的 你假如真的這樣 我真的沒辦法 我就叫他去道路吃點V群 因為有的人是說 V群可以擠是不是 對 因為有些人是 你這些膚胺酸的代謝 是需要V群的成分 假如你缺乏這個可能會造成 這會頭痛 心悸之類的產生 了解 好 這是做菜可能會碰到糖的問題 所以呢 你只要對於那種色澤比較深的 不要每次都吃這些 還有一個就是甜點啊 對不對 欣宜 我其實是因為我很容易緊張 所以常常胃痛 那有一陣子我去照完胃鏡之後呢 醫師也給我吃完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在痛 結果後來醫師就說 那你來我幫你照草音波 照胃部這整個腹腔的草音波 結果一看發現我的膽裡面 有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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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結石 那他就問我說你是不是有家族史 家族病 家裡有沒有人也得 他說要不然一般來講 我說你講 因為他有點難言的感覺 我就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說 一般這種 耗發在四五十歲的那種 肥胖的中年女性身上 對 因為你也不胖 他說為什麼你一個二十 我那時候才二十四 他說為什麼你二十幾歲的女生 就有膽結石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是因為我吃 真的是太油膩了 像你說 像剛剛醫生有講說 一天我們攝取甜甜食 不要超過一天的十分之一 對不對 我大概十分之七八都是甜的吧 所以是甜點會像心儀這樣子 擔心膽的問題嗎 或者是除了發胖以外 其他可能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其實甜點本身就是高油脂的 所以高油脂相關的疾病都會 對 包括膽結石 心臟血管疾病 怪不得我常常覺得有點喘 對啊 心臟有點喘 而且乳癌 大腸癌 通通都會來 大家一看到奶油就投降了 因為不會想到豬油 也不會想到牛油 這些肥肉 雞皮 鴨皮 其實奶油就是跟它是相同的 是高膽固醇高油脂的東西 所以你吃這個 我們吃高油脂的東西 大腸癌乳癌風險高 心臟血管疾病風險高 吃甜點是相同的 我想這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如果你沒辦法借的話 你又打算像安傑琳娜球力一樣嗎 就是好可怕 醫生剛剛講 他講說鮮奶油這種 我一直都以為 我最討厭吃波士頓飯 看起來好奶好噁心好油 可是其實我吃到其他東西 也是超多油脂的 奶酪 布丁 之前有一個小男生 他才國中生 國中生有一天 就因為腳整個腫起來痛掉死 然後就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一檢查 他痛風 他國中生 他痛風 然後他想說 你當然是體質有問題 然後他就會說 你平常最喜歡什麼 他平常就只有兩個東西很愛 第一個他一定要喝寒糖飲料 他最喜歡手搖杯 每天都有 第二個他最喜歡吃甜點 然後醫生說 他可能是因為果糖攝取太高 導致他 大體質性因素也有 但是果糖太多 使得他痛風發 散酸甘油脂啊 天啊 因為果糖跟痛風有大關係 果糖本身的話 它會影響我們肝臟 對尿酸形成的一個機制 所以你這個 可是對不起我想請問一下 假設我們已經喝了這麼多的果糖 或是果糖的飲料 我有什麼辦法可以代謝 你想解掉嗎 我們有辦法代謝掉嗎 運動嗎 對 其實你現在不要喝 就會改善很多 那如果多喝水多運動呢 對 當然會啊 還是會的 對 但是一般來講建議是 假如你是脂肪肝的話 除了飲食調配的話 減重是最快的 減重 對 減重是最快 那你就是受不了一定要喝 你就變喝 只要第一口一喝 你就開始跑 真的跑 不行了 再喝 我要喝了 再跑 好累 為什麼不要用別的來取代呢 沒有錯 其實如果你是運動 你看你 真的是沒辦法 你運動 激烈運動完 其實你當然沒有錯 你這種單糖類是最快補充 給你的能量的 沒有錯啊 但是現在人是因為你都 你運動量相對是沒有這麼大 所以才會累積在身上 如果你相對運動量夠的話 基本上可能負擔 所以代謝比較好 其實靠運動要消化熱量很難 你隨便吃個機卡 跑個半個鐘頭 根本就 而且我們運動 又更想吃甜的 然後也一定要甜點 那如果真的是甜點的話 要怎麼樣減糖呢 其實真的減糖 剛才我們有提到 幾個好的代糖的選擇 如果當然也是自己做 你如果別人做 你也沒辦法控制 但如果自己做當然 你可以選擇 像剛才講比較好的 像刮糖或黑糖 或者是像蜂蜜 蜂糖 這是比較好的糖的來源 至少我可以減低負擔了 第二個 你用一些新鮮的水果 來代替一些加工水果罐頭 其實你想想看 你吃水果跟水果罐頭 那本身甜度就 差很多 罐頭都是泡在糖水的 所以那個甜度就已經差很多 另外一個就是 烘焙上面 盡量像天然的這種麵包 你不要再高溫烘焙 因為你越烘焙的 它一定要加更多的奶油或糖 增加它的口感 所以在烘調上面 也是盡量選擇 不要太過度烘調 那這樣的話你在吃的當中 再搭配一些無糖的飲料 或者是可以用一些 剛才講天然的代糖的飲料 這樣你比較有可能 降低這個糖的設計 不然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無糖飲料 就自己帶蜂糖去吧 不好意思 來一杯什麼什麼飲料 自己加 自己加 蜂糖很多都假的 好 這樣子吧 那是下一題了 改天我們叫大家 來辨別真假蜂糖 好不好 來 林醫師最後幫我們總結 怎麼樣健康吃好糖 其實單糖類的東西的話 還是少涉及一點好 還是儘量涉及碳水化物的東西 對身體是比較健康的 譬如碳水化物是什麼 碳水化物是什麼 碳水化物就是 我們的五穀雜料類 我們的主食類是 越粗糙越好 對 本身的話 當然水果是一個 很好的期待物質 小妮真的喜歡吃單糖 我建議你吃瓜糖 瓜糖 它確實對我們身體是不錯 當然你都吃蔬果 這裡面就含有很多瓜糖 也可以促進你 腸味道的益生性 繼續生長 對你健康是有幫助的 所以不需要說 特別買瓜糖 但是你喜歡那種 甜滋滋的味道 瓜糖是一個選擇 瓜糖會也有假的吧 不會啦 目前來講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你看這個糖 光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這是我們每天 不可能分離的 但是你吃多了 我們也沒有想到說 後遺症是這麼多 而且它的嚴重性這麼大 所以沒有辦法阻止大家 一定可以百分之百地避免 唯獨它就是盡量調整 然後我們的量 攝取得比較適當一些 也許就是一個 比較和緩的方法 所以代糖的部分 你了解了齁 了解了 螞蟻 不吃什麼 我知道螞蟻絕對不吃它 好啦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